提起帐服人们不一定会喜欢 甚至有所反感 可这件帐服却是国宝 它就是金律玉衣 它的主人就是刘备常说的那个祖宗 中山静王刘胜 这件玉衣1968年出土于河北省满城县 是我国首次发现 规格最高最完整的玉制帐衣 玉衣由金丝将玉片边缀而成 全长1.88米 共用玉片2498片 金丝1100克 这是中国第一批禁止出国宰蓝的门 曾有报道说 埃及京县1000具穿着金鲁衣的黄金木乃衣 但其实那些木乃衣 也就是在身上镀了一层金而已 并没有玉的成分 称不上是金鲁衣 这玉雕的技艺是我国独有 汉朝也是玉雕装饰盛行的时期 我们国家目前也仅仅只有八座汉墓出土了金鲁衣 金鲁衣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上葬脸 当时人们十分迷信欲 能使人尸骨不服 愿望总是美好 可是由于金鲁衣的价格十分昂贵 墓里的陪葬品更是不计其数 往往会召来更多的盗墓者 以至于我们所说的汉墓啊 时墓就空